天启和哨兵机器人到底谁更厉害 天启是最古老的变种人之一 具众多强大的超能力于一身 拥有回天灭地的实力 哨兵则是批量生产的高科技纳米机器人 可以快速学习变种人的能力 差点把变种人赶尽杀绝 那么如果天启遇到了哨兵机器人 又将会是一场怎样的终极大战 下面咱们就从技能属性 防御能力 以及决斗场景 逐个分析 首先能力越多自然就越强 弱点也都越少 比如天启没有快银的速度 但是却拥有超高的反应能力 再结合控杀术 就可以把快银打败 虽然天启的肉身不是坚不可摧 但却拥有类似金刚狼的自愈力 即使被割喉也是迅速恢复 除此之外 他在精神控制力方面 也可以碾压X教授 再看哨兵的能力 他可以快速学会 并且利用变种人的能力 来克制其他人 比如变成冰 克制太阳黑子 变成火 来克制冰人 变成钻石 防御火焰 但是我们也发现 哨兵机器人学习的超能力 都是比较具象化 元素化的 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能力 是学不了的 比如万磁王的控制金属 X教授的心灵控制 还有琴的操纵分子 所以看能力 好像是天启的更加高大上一页 但是哨兵机器人的学习速度很快 只要能摸到对方 就可以立刻学会 还能把这个能力 共享给其他哨兵 属于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而天启的学习新能力的方式 是将自己的意识 转移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 这个过程中 他是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 一旦被对手攻击 轻则转移失败 重则丢失性命 所以天启才会召集四骑士 来为他护法 但天启也不会傻到战斗中 来转移意识 所以这并不会影响 天启在战斗中的发挥 综合来看 天启的技能 是要强于哨兵机器人的 下面看防御能力 也就是他们的身体强度 天启拥有超强自愈力 身体素质也很高 相当于超强防御 加上快速回血 物抗基本无敌 而在魔抗方面 也是非常强大的 他的能量罩 可以抵挡万死亡 雷射眼的同时攻击 甚至在秦第一次 爆发凤凰之力的时候 还能抵挡暴风女 和雷射眼的攻击 所以天启在防御方面 也是非常逆天的 再看绍兵机器人 他的身体由高分子纳米材料构成 根据魔形女的基因密码改造 可以将身体结构 转化成任何形态 所以能复制非常多的超能力 但是却没有吸收金刚狼的自由因子 所以绍兵机器人 一旦被高能量体击中 或者是爆炸 都能瞬间将其损毁 所以绍兵机器人 在防御方面 是远不如天启的 唯一的优势就是数量众多 可以批量生产 所以论综合实力 天启是要强于绍兵的 真要是面对面的打一场的话 基本上绍兵会被天启 瞬间化成沙力 而绍兵唯一的恐怖之处 就是人海战术 数量无穷无尽 如果绍兵不停的发动攻击 总有一天天启会被疲劳致死 最后结论 一为一的话天启完胜 全欧的话 绍兵很有可能会取胜